网友留言 家里有一部汽油车了 和老婆商量好 再买一部新能源电动车型 预算30万 请问比亚迪唐DMP和特斯拉Model Y四驱版本 哪个质量好 并且安全性可靠 使用方便 我相信呢 这个问题如果放在几年前 大家会齐口同声的说 选择特斯拉Model Y呀 根本跟比亚迪唐一点关系都没有 但是如果现在再问大家 我相信很大一批人会改变这个想法 改变这个方法 首先买新能车型啊 家里尽量有条件安装这个充电桩 要不然以后充电会很麻烦 你不要妄想我没有充电桩 我们那就去找充电桩一下啊 这样不现实 是不是啊 并且咱们国内呢 能普及充电桩的城市 有一样的城市 但是并不是全部普及啊 这个一定要考虑到你所住的一个城市 是不是啊 再一个啊 他俩多大差距呢 比亚迪唐有DMI和DMP DMI就是说家庭正常使用的一款车子 而DMP是主持人操控的一款车子 就是这样 它是市区版本 DMP呢 是这个插电式混合动力啊 可以充电 而这个特斯拉Model Y呢 是存电动车型 虽然都挂绿盘 但是有这个区别 特斯拉Model Y 如果说是你电跑没了 你不去充电 你就用不了了 而比亚迪DMP呢 它是插电式混合动力 我可以充电 如果是没有电了 我这个汽油还可以充电 带动这个发动机去跑 只要我有油 我有电 我就可以无限旅程的去行驶 有这个区别啊 一定要你分分机好了 那么比亚迪唐DMP 百公里加速也达到四秒多 这个新款呢 达到了29万到30万出头 那么这个群电 虽然旅程 215公里 也是非常厉害的 要速度有速度 要动力有动力啊 非常不错 那么特斯拉Model Y 这个四驱版本啊 也是个高性能版本 那么虽然旅程达到600多公里 实际跑 谁也跑不到 那么加速也可以的 四倍一里 就可以达到百公里加速了 性能也是非常优秀 非常好的主发性能那款车的啊 那么比亚迪唐DMP 有一个骁云 比亚迪专用的一款啊 1.5T的一个 温轮加发动机 用上了米勒循环技术啊 热效率达到了40% 由这个ES 油电混动系统 和刀片电池电机组成啊 所以说它这个技术呢 是非常可靠 非常牛的 做插混的啊 它的技术是 站在前端的 站在顶端的 质量上安全上 你是不用去考虑的 而且比亚迪 它一个厂家 所有的东西都是自己研发 自己生产 然后自己去衔接组装 非常成熟 它不像这个比 这个特斯拉 还有别的一些 车电动车系啊 自己生产一部分 然后去别的这个 供应商去提供的 然后在组装的 衔接上呢 它不是那么特别成熟 所以说安全可靠度呢 还是这个比亚迪唐 更好一些 那么自你说的 这两台车 跑起来呢 用起来有什么差距呢 比亚迪唐DMP 它这个加速 虽然是非常优秀 它是组装 我这个家用啊 还是说空间方面 有七座可以选择 是吧 要动力有动力 要空间有空间 非常对于家庭版 使用的 非常实用的一款车吧 如果你选择 D那个比亚迪 莫多歪 它这款车主发 就是年轻人啊 主要操控 底边呢 扎实感测轻 把控制的是特别好的 主要操控的一款车吧 而唐DMP呢 也是比较操控电台车 但是说它 在操控和家用方面 它综合了一下 无论是空间 还座椅方面呢 要比这个特斯拉莫多歪 要更好一些 所以说这两台车呢 我认为啊 如果说你有家人 有孩子 还是选择这个 比亚迪唐DMP 更符合你 如果说单身人 是年轻人 选择这个 比亚迪Model Y 还是比较适合的 但是如果它的隔音呢 整台车的一个 形状质感 那真没有 比亚迪唐DMP 那么好 但是说操控上呢 玩车 还是玩这个 比亚迪Model Y 如果说家庭使用 还是选择比亚迪唐DMP 还是非常棒 非常棒的 并且它加速能力 也是很棒的四代多妙 是不是 那你没有开过 或买过 再让我车的小伙伴 对我说的 没有不同意见和想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欢迎大家 转发评论点赞 拜拜